今天再讲一下补充这个西瓜皮NAM 因为这个NAMN价钱贵 有的人他说我就补充西瓜皮 有研究说这个补充西瓜皮NAM 它也可以提高身体里面的NAD 这个东西呢大家要小心了 确实它是能提高 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这个补充这个NAM西瓜皮补充了之后 在短时间之内 它会这个叫抑制你的这个长寿基因 因为细胞里面这个NAM多了之后 西瓜皮太多了 都是西瓜皮 这个时候细胞它就会发现 西瓜皮太多了 我们不能再去吃西瓜了 然后这个长寿基因呢 长寿基因它就是要去吃西瓜 把西瓜变成西瓜皮 但是这个东西西瓜皮太多了 它就会停止 它就它就 这个长寿基因它就会 不活跃不工作 因为西瓜皮太多了 来不及消化了 这个细胞里面 它会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西瓜皮太多了 它就不能够 再继续吃更多的西瓜 因为吃了西瓜就会产生西瓜皮 西瓜皮太多了 那么就不吃西瓜 不吃西瓜的话 那长寿基因就没有东西吃 那么长寿基因它就不工作 它就不能够产生长寿的效用 就是说它在猝食的时候 一般性大概在一个小时的 左右的时间 吃下去这个NAM西瓜皮 补充之后 它会停止这个长寿基因的工作 但是呢 在长的时间 在更长的时间 在8个小时 12个小时的情况下呢 它又可以促进这个长寿基因 那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8个小时 12个小时的时候呢 那么身体里面的这个打捞通路 打捞通路就是把西瓜皮 再转变成西瓜的 这个打捞通路呢 它通过慢慢的慢慢的工作 它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西瓜皮啊 全都收拾了 全都把它处理了 把这个西瓜皮 又重新转变成西瓜了 变成NMN 然后NMN再变成NAD加 NAD加那就是一个西瓜 那么这个西瓜呢 然后长寿基因呢 又就可以吃这个西瓜 然后吃了西瓜之后呢 它又可以去做一些长寿的 有利于长寿的工作 所以这个补充这个NAM 我是把它比喻成西瓜皮 补充西瓜皮这个东西呢 确实也是可以促进长寿 它是在一个8小时到12小时 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范围里面 可以促进 但是在短期之内 刚刚吃下去 一个小时的这个左右时间 它会一直 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一般来讲呢 如果你这个经济情况可以的话 没有特殊的 需要没有 没有特别的必要去补充这个西瓜皮 你就直接补充西瓜 那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法 如果除非你是 你是经济上比较困难 或者说你是个高手 你能够对这个时间控制的非常好 那么你才去补充西瓜皮 好下面再讲一下这个烟酸的脸红问题 烟酸导致这个脸红 这是确确实实的 然后呢 这个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叫什么 潜力线素什么东西 它会扩张皮肤上面的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管 它会扩张这个血管 就是说会有更多的血液流到你这个皮肤这个表面这个位置 所以呢 你这个脸就会红 因为它这个扩张了皮肤的这个血管 然后更多的血流到这个皮肤表面 所以就会脸红 这个是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化学和生理机制的原因在里面的 那么有人说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脸红怎么办呢 这个所以呢 有一些厂家他推出了一些叫缓视片 缓视就是说让这个烟酸不要一下子在身体里面释放 造成脸红 让这个烟酸在身体里面缓慢的释放 缓慢的释放 他们认为这个通过缓慢的释放之后呢 就不会造成这个脸红 那么但是大家要小心了 这个缓慢的释放呢 如果它这个缓慢的释放 它是大于12个小时的 它有可能会造成肝脏的毒性 会造成肝脏的毒性 那么还有一种是也是一种缓慢释放 它大概在8个小时左右的 这个缓慢释放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在8个小时左右 缓慢释放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到大于12个小时的缓慢释放呢 是会造成肝脏的毒性的 除了这个缓慢释放呢 还有一些厂商想出了一些办法 通过一些化学方法 让这个烟酸在体内缓慢释放 这也是有 那么还有的呢 说要配合吃什么 20P0可以达到这个不脸红的这个目的 但是呢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副作用 好 那么我们这么多因素考虑之后呢 我们最佳的一个策略 比如说我们会采用一个最佳策略 吃这个烟酸 然后又不脸红 怎么办呢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 采用一个比较小的 比较低的一个剂量 刚开始的时候少吃一点 比如说从50毫克开始 50毫克这个量非常小 然后呢 你这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 让这个身体慢慢的 这个适应了这个烟酸之后呢 一点一点增加 这样呢就不容易造成脸红 而且呢 也不会像这个缓慢释放 缓慢释放12小时之内 会产生毒性啊什么的 就通过这种缓慢的 一点一点一点 自己慢慢的增加剂量 这种是最安全 最简单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说 你所以购买烟酸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它上面是有没有是写缓慢释放 是叫sustain release 或者extend release 要注意了 如果是有这个缓慢释放的 你要看清楚 它是12个小时 还是8个小时 那么万一 它这个是12个小时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肝脏的毒性 所以呢 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不要买缓慢释放的 就买简单的 直接释放的 但是你吃的这个剂量 一点一点增加 这是最安全有效的办法 好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 这个烟酸 一种呢 就是买常规的 简单的 直接释放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买那种 延长释放 但是呢 在8个小时左右的 不要去买那种 会延长到12个小时的 缓慢释放的这种烟酸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那个NAM西瓜皮的问题呢 如一般性经济正常允许的话呢 你就不要买这个NAM了 它比较复杂 因为它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会一直长寿基因 然后长在8个小时以后呢 它又开始会激活长寿基因 你如果搞不好的话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 就没有必要这么搞 搞会很复杂 所以呢 在经济情况允许呢 就直接NMN 或者EN酸 或者NR 这个都是可以的 关于这个补充西瓜皮呢 这个是我认为 个人认为是一个下策 你实在没办法 才选择这个下策 而且你也会 你能够处理的非常好 才去选用补充西瓜皮 NAM这个办法 好 今天就简单分享这些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